日本妹子真的很不怕冷 大冬天还关着腿 很多人来日本都变热了 如果你去街上问 关着腿的日本妹子 她为啥不穿裤子 她一定会这样回答 本着旁若无人的心情 来科学探究一下 为什么日本妹子不怕冷 第一服饰传统 日本妹子自古以来都不太爱穿裤子 日本的裤子叫做Hakama 这种裤子在日本古代 基本只有男性贵族和武士才可以穿 我之前练功到穿的东西就是Hakama 普通的日本女性 她只能穿一种类似和服 但是袖子更小 比较方便活动的一种衣服 她们都是不穿裤子的 大冬天也不穿 她们甚至连胖子都不穿 一方面是可有为了方便干活 干农活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裤子太贵 第二 耐寒教育 日本人其实从小都挺耐动的 那还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吧 对她们来说也是一种修行 大冬天你在日本随处可见 各种穿的短裤的小朋友 跑来跑去的 哇 膝盖冻得呗红 日本社会普遍觉得呢 在冬天让小孩少穿一点的 可以提升她的预寒能力 可以锻炼意识 提高新生代气 放心血管疾病 反正把这个东西在有些人嘴里 就跟绿豆一样 包之白地 很多日本小学 他们会要求小孩子 在大冬天穿单衣 男生穿短裤 然后女生穿短裤 但是现在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啦 比如说有个小孩子 他真的就很怕冷 甚至有些因为太冷 而直接肺炎的嘛 抗寒能力这个事吧 每个人他不一样 第三 舆论压力 在日本穿丝袜有多孤独 你知道吗 根据我多年的侦查 日本十几岁到二十几岁 年轻女性啊 她们要么穿裙子不穿丝袜 要么穿裤子不穿丝袜 要么穿打底裤不穿丝袜 总之就是不穿丝袜 而且是后的黑丝不透露的那种 不是我不明白 黑丝哪里不好了 天涯的 打赛 没错 日本妹子觉得穿丝袜很土 直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也是震惊的 那我穿了十几年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你们觉得丝袜很土吗 好 我们来对比一下 左边丝袜 右边光腿 你们觉得那个好看 好的 我知道你们选择了左边 再换一张 左边丝袜 右边光腿 打下你们的答案 毫无疑问我知道你们选择了右边 你们真是太好猜了 比我的开头还好猜 光腿好不好看 完全取决于脸啊 日本的光腿妹子呢 主要是集中在JC和JK 也就是日本的初高中生啦 日本人是比较从众的 如果跟别人不一样 他们会觉得很不安 而且呢尤其是在学校 会显得比较明显 如果你周围的同学们 都觉得穿丝的话非常土 不光腿 那你就显得格格不入了 为了追求潮流呢 很多妹子就会选择光腿 所以冷一点算什么 第四点 可哀依当哦 前两天我还真的问了一个日本朋友 我说为啥你们要光腿啊 不冷吗 然后他的回答非常具有代表性 关键说他那天的裙子 直接到了脚踝 你说谁会要把你裙子掀开 看一看卡不卡哇伊 哦卡哇伊 我甚至开始怀疑 他们光腿唇 这是因为懒得穿 还有一些日本妹子呢 是为了可以吸引雄性的目光 前十元里美就有在 巧克力之人里面 传授过疗汉的技巧 就是你跟男生去约会的时候 一定要少穿一点 这样男生才会心疼你 然后把他的外套脱下来 给你披上 我感觉男生也是人啊 外套给你他不会冷的吗 如果你跟我想的一样 这可能就是你单身的原因 哈哈哈哈 你说你受到冷风吹 还不都是满足了路人和观众吗 我觉得这种为美丽先生的精神呢 真的应该在男性中 大力的推广一下 比如露其妆 有腹肌的 穿起来 超短裤 大长腿 瘦起来 紧身衣 露出来 造福姐妹 今天过年我又没有回家 大年初二还在给大家剪视频 如果这样你还不给我给赛三年赚发投个硬币 还有特别关注哦 老实发酵库 这都拿来咱们笑 期间 露出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